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纳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当我们进入《以色拉记》第十章经文背景时 我们发觉这段经文 令我们感觉到很远色很难过 是因为以色列人 做一次重蹈覆车 犯了上帝的戒命 要他们不要和外族人通婚的行动上 他们竟然犯下了大错 做一次和外邦的人结婚通婚 以至于在宗教信仰上 他们容易再去敬拜偶像 所以令到 以色拉当时的心情 大为昭急 亦是非常难过 在这种情况下 真的需要求上帝怜悯 或者现在 让我们一起向上帝祷告 祝我的天父 你是大师怜悯的神 你是有恩典有怜悯 不兴而发怒 然而当我们人 走在罪恶当中的时候 离弃你的话语 犯罪得罪神的时候 我们知道上帝你公义的审判 也都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求天父 让我们时常有一个警醒的心 不要重蹈昔日犯罪的人 他们的福辞 让我们能够上上警醒 能够行在上帝的真理当中 以致我们能够可以 按照上帝的心意 过一个得性的生活 祈祷感恩奉主明求 阿们 以色拉纪第十章 宗旨与异族通分的措施 以色拉讨告 认罪 酷语 苦辱 苦辱在上帝殿前的时候 有以色列宗的男女和孩童 聚集到以色拉纳女 成了一个圣大的回 百姓无不痛哭 以兰的子孙 耶鲜的儿子 以赞经之人所议定的 按律法去行 起来 这是你当办的事 我们必支持你 你当奋勇而行 以色拉就起来 叫祭司长和利美人 以及以色列众人起誓 要照这话去做 他们就起了誓 以色拉从上帝殿前起来 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 约哈囊的屋里 到了哪里不吃饭 也不喝水 为被老归回之人 所犯的罪悲伤 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 叫所有被老归回的人 聚集在耶路撒冷 凡不遵照领袖和长老所已定 三日之内不来的 就必毁坏他所有的财产 把他从被老归回之人的会中开除 于是 由大和汴雅敏众人三日之内 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那时是九月 那月的二十日 众百姓坐在上帝殿前的广场 因这事 又因下大雨 就都战斗 以斯拉祭司站起来 对他们说 你们有罪了 因为你们取了爱邦女子 增添以色列的罪恶 现在当向耶和话 你们列祖的上帝认罪 进行他的旨意 离开这地的百姓和外邦女子 全媒众大声媒答说 好 我们必照着你的话去做 只是百姓众多 又逢大雨的季节 我们没有气力站在外面 这也不是一两天可以办完的事 因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 让我们的领袖 代表全会众留在哪里 我们城镇中犯取外邦女子的 当案锁定的日期 会同本城的长老和审判官前来 直到办完这事 上帝的列路转离我们 唯有阿萨克的儿子若拿丹 特亚的儿子阿哈姐反对这事 并有米苏兰 和利美人沙比泰支持他们 被老归回的人就如此做了 以斯拉祭司按着父家 指明选派一些族长 十月初一 他们一同坐下来查办这事 到正月初一 才查清所有取外邦女子的人数 取外邦女子的人 在祭司中查出取外邦女子的 耶书亚的子孙中 有约杀达的儿子 和他兄弟马西雅 以利以借 雅南 基大利 他们承诺要送走他们的妻子 他们因有罪 就献羊群中的一只公面羊属罪 因麦的子孙中有哈纳尼 西巴帝雅 哈林的子孙中有马西雅 以利雅 是马雅 耶习 乌西雅 巴斯护尼的子孙中有以利若乃 马西雅 以实马利 拿坦叶 约杀佛 以利阿萨 尼美人中有约杀佛 是梅 基拉雅 基拉雅就是基利他 他患有皮他希雅 尤大 以利以借 歌唱的人中有以利阿什 门口的首位中有沙龙 提鸾 污吏 以色列人巴陆的子孙中 有拉米 耶西雅 马基雅 米雅文 以利阿萨 马基雅 比拿雅 以南的子孙中有马他尼 撒加利亚 耶蝎 鸭 鸭底 耶列末 以利亚 撒土的子孙中有以利若乃 以利阿什 马他尼 耶列末 撒佛 阿西撒 比拜的子孙中有約哈南 哈拿尼雅 撒拜 阿勒 巴尼的子孙中有米蘇蘭 馬陸 阿大雅 阿大雅 雅迟 士雅 拉末 巴哈摩雅的子孙中有阿底那 基拉 比拿雅 馬西雅 馬他尼 比撒裂 賓奈 馬拿西 哈南的子孙中有以利以謝 伊士雅 馬基雅 士馬雅 西面 便雅敏 馬陸 士馬利雅 哈尼的子孙中有馬特雅 馬達他 撒佛 以利法列 耶利米 馬拿西 士梅 巴尼的子孙中有馬代 陰蘭 烏翼 比拿雅 比底雅 基禄 雅尼雅 米利末 以利阿什 馬他尼 馬特雅 雅素 巴尼 賓奈 士梅 士利米雅 拿丹 阿大雅 馬拿底拜 沙塞 沙賴 阿薩利 士利米雅 士馬利雅 沙龍 阿瑪利雅 約瑟 尼波的子孙中有耶利 馬他提雅 沙拔 西比拿 雅代 若義 比拿雅 這些人全都取了外邦女子 其中也有生了兒女的 伊斯拉 在《以斯拉記》第十章的時候 在這卷書最後的一章 我們看到 而爾斯拉在這段經文中 做了兩件事很重要 第一個重點就是 嚴肅處理罪行 以斯拉對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是一個很認真的態度去處理 不單止他自己是以身作則 甚至他要叫齊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去到這個廣場的地方集合 然後在那時候宣佈他們的罪行 以及呼籲他們的悔改 在一個這樣的行動當中 當時我們看到以色列的會眾 全體都回應要悔改 要離棄罪惡 要歸回以色列的神 所以我們看到這件事情 是做得非常徹底 由此可見以色拉針對犯罪的事情 是一點都不會妥協的 成為我們今天一個很好的榜樣 在第十章《以色拉記》裏面 亦看到第二個重點 就是領袖們的支持 領袖們的支持、支援是非常關鍵 因為當以色拉自己以身作則 宣佈以色列人的罪行之後 他們要面對的就是以色列 那麼大盤的會眾 如何能夠有具體的悔改行動 拿出一個真實的悔改行動 所以他們就需要領袖們的協助 而這一群的領袖是非常之 可以認同以色拉的看法 所以他們一起起誓 決定支持以色拉這個靈性復興的活動 是要去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這一群的領袖就會約齊 那些以色列的眾人 跟他們辦理通婚那種悔改的行動 叫以色列人在這個悔改行動當中 可以徹底地離開罪惡 在第十章《以色拉記》的生活形容當中 我們發覺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要宅惡如仇 因為當年以色拉見到以色列人犯罪的時候 他不單是很心痛難過 甚至他陪同所有以色人一起向上帝 來去哀求、去呼求、去認罪、去撕裂衣服 這一種這樣的態度 讓我們見到今天我們信徒 對於罪惡是絕不妥協的 因為罪惡帶給我們人生有很大的衝擊 罪惡也都令到我們屬靈的生命很容易的枯毀 所以當我們面對有罪惡、忍誘、試探的時候 我們應該學習以色拉的態度 就是我們絕不妥協 特別我們求上帝 常常幫助我們 將心中隱而未現的過範能夠清除 所以我尚起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叫做 吾日三省吾生 其實我們真的 我們需要每一天都去醒察自己 求上帝幫我們清除內心裡的污疚 我們每一天在生活當中 當我們去到臨休息之前 我們應該要好好地去安靜祈禱 就是思想今天當中 有沒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上帝 有沒有什麼說話 有沒有什麼態度 令到別人不舒服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好像有一首詩歌叫做《晚土》 這首詩歌就提醒我們 要常常去面對 去戰勝我們每天生活中的困難 在第二個生活上的應用 我們看到以斯拉的第十章裡 就是一群領袖的參與 認同是非常重要 同樣在我們今天的生活當中 特別我們在侍奉的層面上 我們發覺每一項的事工 不是單打獨鬥的 不是單單傳道人、牧師 就可以成任的 其實我們牧者更加需要有信徒 有領袖一起的認同 一起的參與 當我們大家都去認同參與的時候 我們發覺就能夠眾志成成了 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去舉辦 新界西的教目的吳餐會 我很記得當初報名的反應是很難答 但後來我們發覺到 在我們一群的義工 一群的執委裡面 有不少的信徒領袖 他們都很認同這個儀仗 所以他們就很主動自發地 去邀請不同堂會的教目去參加 結果我們很感謝神 很短的日子當中 兩三個禮拜裡面 就已經令到整個的 意象分享的五參會 能夠達到非常理想的效果 由此可見 信徒領袖 我們的認同參與 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教會是需要大家 一起攜手去合作 每一個人信主之後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價值的 我們能夠在教會當中 繼續積極地參與侍奉 我們必支持你 你當奮勇而行 以斯拉記十章四節 與歷史提供祈國 以斯拉記十章四節 明天開始 會用俄巴底亞書 和大家靈修 繼續透過聖經的話語 讓生命更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